《武士太宣》二路炮锤 二路炮锤始创于1859年 吴威湘组织和李亦云组织李诗泉 吴威湘组织和他的两个外省 李亦云和李齐轩 共同在1859年研创的二路炮锤 二路炮锤很少传于外人 因为过去都是在武家到武家 传承的内部传承的套路 所以很少疲漏于事 现在我已经说到中方武藏光盘也出过来 但是在五十代以前的书上也有 在俏家人的光盘上也有 但是现在我们副团重造过来 我再表演一队 二路炮锤 我给大家看一看 好 我现在开始表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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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